被逢人一年,台湾都遭逢大灾难。 1962年人一年,台湾目睹中国大跃进失败,组织反攻大陆,派遣国军1800人进入广东沿海建立游击基地,结果被解放军歼灭八成,剩下两成逃回台湾。 1662年人一年,正成功攻打台湾,收复台湾。 1782年人一年,台湾发生巨大海啸,八小时几乎将全台湾淹没,大部分居民被水淹死,泥沙活埋。 今年2022年人一年,台湾会有什么大灾难发生? 看天象,台湾今年是否被武统? 外乎国内问题很多,估计中国先解决国内问题,暂时未有意攻打台湾计划。 然而,台湾今多天灾难免,5至9月,在台湾将发生海啸。 洪水,异震,强台风,大型交通灾难,武灾,经济衰退,6至8月同大陆也有很多冲突。 不宜强出头,否则,台湾领导人可能犯雪光之灾。 替台湾占得天网四张格作死门,鬼加鬼,天网四张,主行人失败,并送接商。 天网四张不可谋事,只一退避,如果强行谋事,不仅无成,还会带来凶灾。 武人讲,天网四张不可当,此时用事有灾殃。 若是有人强出者,立变身躯见雪光。 1783年8月12日星期二的法兰西公报,Gazette de France,已对此做了以下报道, 还附带提及这场灾难与乾隆皇帝人气下滑之间的关联。 据这段技术文字,乾隆帝一时到人民的不满,并严惩他认为应该负责的官员。 福建省与浙江省大总督陈世寺、福建巡抚及其他官员仅向皇上奏报复于台湾发生的灾难。 武和立武及台湾岛其他主要官员来含告知, 伊利4月22日、1782年5月22日,极端猛烈的飓风伴随暴雨和前所未见的海潮席台, 令他们从幽时到未时,中国的时辰是我们的两倍, 幽时从清晨三点到早晨五点, 未时从下午三点到五点六, 不断担心遭海水吞噬,或被埋入大地深处。 热场可怕的暴风雨同时在四方爆发, 并在那整段时间内维持相同威力。 法庭、公共粮仓、军营、盐仓所在建筑以及盐厂统统坍塌,完全损毁。 商人、工匠的店铺以及百姓的房舍多数倾倒, 剩下瓦砾成堆,满目疮痍。 港内原本停泊了17艘战船,其中两艘消失不见, 两艘断成碎块,还有10艘严重毁损,完全不堪使用。 其他规模较小的各式船只本有一百余艘, 结果也遭遇相同命运。 大约80艘被吞没。 5艘才刚装满稻米准备运往福建的船沉入海中, 高达10万斗期的货物化为乌有。 至于其他大大小小还没进港的船舰, 有时获12艘吨位最大的船被淹没。 以较小的船只以及为数可观的山板和其他各种洲籍彻底消失, 连碎片都没留下。 由于全岛淹水,粮食不是被冲走, 就是损毁得无法使用,若直接取食会危害健康。 农作物也全数泡汤, 这只是仓促写成的报告。 等我们得到更详细的消息, 我们一定会尽快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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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